各位,看到這一節的時候,因為有很大機會香港經常日後的 這一節就沒有什麼效性的 播放的時候,我應該是忙於公幹,我個人在柏林 雖然看到這個設定是Ducerdof,但其實是柏林的 因為我沒有時間做節目,因為很多會開 但這個節目,我做罐頭也是有原因的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有關老共那些垃圾SEO的行為 其實我留意了很久,過去這幾個月,我正在清理 由熱狗和中共所造成的SEO垃圾 這些SEO垃圾有一個特色,因為現在不止我受害 受害者裡面,除了我,以我初步分析,劉世良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就是張寶華也是,還有袁永恒 基本上呢,這個情況呢,你會看到這些人,你都猜到哪個人在我面前睡覺的 你都猜到的,其實都不硬猜的 這班人的垃圾SEO,但我那個是比較明顯的 在哪個位置呢,就是會出現一些很奇形怪狀的結果 譬如,正常我們這屆的SEO的 譬如,你要搜尋黃世澤,應該出的是 譬如我在自由時報,聯合組報,寫過那些東西 但你會覺得很奇怪的,就是連登 那些劉政的垃圾報告,或者澳門人在英國 澳門人在英國其實沒有人看的 但它一直會排前的,它會 然後就是有一些垃圾,我等下我告訴你 那些垃圾,那些是俄國垃圾 那些,這些擺明是back SEO 或者我們叫做anti SEO 的行為 很明顯的一件事,是有人在用機 推出一些東西 這一種垃圾SEO行為 我一定要說出來,因為我覺得 Google是完全置諸不理的 甚至這個是幫助中共播毒 最糟糕的東西是幫助中共播毒 剛才我說的 譬如你說 將澳門人在英國的垃圾文 不斷推上去 那些呢 澳門人在英國的seite,它有沒有病毒 我沒有,仔細研 但至少我沒有一個證據說它有 但是呢 其他那些垃圾細呢 我覺得那個就太過分了 而Google一直都不理我 我覺得這件事太離譜了 我首先給大家看一張照片就明白了 在這個圖上面呢 在這個圖上面呢 這個是一個 其中一個我遇到的垃圾網站 的SOSCO OK 這個呢 它那一段字呢 是抄維基百科的粵語版的 所以呢 這個呢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 Google會搜尋 跟著它呢 有很多那些 描述文章的 很多是很奇怪的 什麼文章 文章是很明顯一些 壞的東西 Furdex的英國 我說不 你見到殘體字 你知道大陸就好做這些 就是這種 就是這種 我第一 我會質疑 為什麼Google 容許這些這麼 糟糕的東西在這裡 有什麼 成都國際會展中心 或遺失香港身份證 這些殘體字 這些 跟著 它那些 引用的網站 是一些很奇怪的網站 一些歐洲網站 這些Dominion 尤其是歐洲 但是我告訴你 等一下告訴你 那些最後會出什麼 這些 這些資料 我看到 我已經吐了 我已經告訴你 我看到這些資料 這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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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給別人看的 這是我來欺騙Google 因為你真的按下去 你不是看到這些資料 你真的按下去 看到這些資料 你是看片的 你看到搜尋 剛才的 黃西澤 就是這樣 接著 你看到 我現在 我示範一次 你會去到這些 垃圾裡 OK 我再錄多一次 OK 我再錄多一次 你明白嗎 因為剛才 阻礙了 你會去到這個 你會去到一個 說 放棄 你一日替之 這個一定是 一些 擺明居馬的釣魚網站 這個很清楚的 這個 你可以看到 這幫人有多賤 這幫人 共產黨也是賤道的 一個點 OK 那問題是 沒有人理會的 這件事 不過我都 這件事我投訴了好一段時間 OK 我 我投訴了 我投訴了一段時間 已經 我投訴了好一段時間 我投訴了 說真的 我為什麼會做這集 這集我忍了很久 因為我看到這堆東西 但謊話說有 我搜尋了一百多個這些 這些垃圾網站 是針對我的 只是針對我的 針對其他人的 我沒有仔細統計 但是針對我 就有一百個 OK 因為那個跟我的切真 有切真關係 跟著這堆網站 因為有一部份 是過分到怎樣 直接在我的 Block那裏抄的東西 但大多數他們 就很少抄今年的問 因為我基本上 我Block了俄羅斯的IP 那我就發現 我第二 因為他抄我的問 我就是第二 DMCA Remove Flow Notice 他們全部在後面 都是Card Fair 那Card Fair 就告訴我 他是哪間公司 做Hosting 那幾間都是仆街 一間OVH OVH 我就要在德國找個C隊 基本上 一間叫做Quick Packant 這間也很仆街 這間也有名 那幾間 跟著最壞的是俄司機公司 當然你說 你找到人抄襲這個 我就可以用DMCA 要求Google 將它的搜尋結果消失 當然可以 但如果像剛才那些 我就沒有辦法 那些人說 Google好像有些工具 可以舉報這些 那些仆街 不好意思 Google完全是不理會的 Google是不理會的 所以 除非你有找個C和他對 要找個C和他對困 他就會開始取消 是這樣 我要告訴大家 第一 第一 王世澤很多的維修 比老公 就中了這些 我不明白 為什麼這些垃圾這麼前 肯定是有人知道 這堆垃圾機 然後不斷按上去 肯定的 我就很想問 那些垃圾機 究竟哪些人推上去 這些就很有疑問 但跟著你說 那些搜尋混合 有一件事很古怪的 叫做黃西澤牙齒 這件事很明顯是劉政做的 劉政好事多 所以我說 很明顯劉政一定有關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很有趣的 這群熱狗的行為 有一種很古惑的 其實一般我們批評 一個人的片子有問題 其實我們都不會我回那段片 我們不會 對方那段片 有什麼意思也沒有意思的 我們不會拿著鏡頭 或者折獄別人的片 偷偷放在另一個伺服 一般都不會做這些 因為第一 你有Copyright Infringement的問題 第二就是 你這樣做 其實 對肚子沒有幫助 但劉政為什麼很喜歡 做這些事情很簡單 因為它是要影響Google image 那個搜尋結果 那些Google image搜尋結果 你見到 找到那些就不是我的片 變成了把我的流量 偷流量 這是一個偷訊行為 所以劉政每一次偷照 我都一定會告爆它 因為你正在偷訊行為 然後他就找某些伺服器 有一些比較容易開的伺服器 但是美國的伺服器 一般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偷片 他們真的會馬上撐 因為他們都怕被人告 因為他們是不合法的 基本上 但是你見到他做很多事情 劉政 所以我不明白 中大校方為什麼 要擁有這個人 我不明白 你見到這些 你見到比如 由陳秀慧到劉政 為什麼這麼喜歡 screamcat 人的東西 因為他偷訊行為 這些是後面的 所以你說這班熱狗 後面沒有共產黨 我不相信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為Google 這個screamcat 是腐敗的 其實這些垃圾 有病毒的垃圾 你根本就是一個 security threat 來的 因為你這樣 我剛才那個 我已經不敢 按下去 給阿拉 因為阿拉 我不知道 我吃到什麼出來的 我怎麼知道 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 其實以我所知 如果我開的伺服器 一定是病毒的 一定是木馬 一定是種木馬 就是賤到這個樣子 有多少人種木馬 不知道 而且他的伺服器 他 我有一個很質疑 Codefair 當然Codefair 不讓人知道 那部機器後面是什麼 即後面那部機器是什麼 本來是出於好意 但問題就是他 好像這類伺服器 說真的 這類是 你簡直是 你簡直是要 尋規服器 但沒有 沒有做這件事情 Codefair Codefair 這方面很奇怪 Codefair的行為 也是很古靈精怪 所以你說 今天 你問我 為什麼我第一時間 我首先打擊熱狗 很簡單 因為熱狗 你訂開啤梨 高清本土台 或者是 港產會館 你知道這裏是 一向最討厭港產會館 港產會館 星期二 你不會看我這裏 你有理透過我 你不會看我這裏 因為我這裏的鴨場很清楚 就是我不要這幫鴨 我和這幫鴨場是敵對 但是 很奇怪的 有些鴨場的鴨場 訂會過來 為什麼是這樣 其實很簡單 因為他們這裏是買回來的 這裏的鴨場 其實買回來 是很清楚的 因為看到他們的留言 很古怪 你真的很偉大 全部天偏一 沒有討論 因為他們的觀眾是低質素的 CPM很低 如果他們黏在那裏 我的CPM給我拖 結果我就做得很辛苦 但問題就是 我得到的利益非常低 是這樣的 是很慘的 這幫人 這幫這樣的垃圾 是搞到整個網絡 會現障器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 為什麼我說我一定要做這一集 是有原因的 這一集是罐頭來的 就是星期六早上 沒什麼人 我都看到沒什麼大事 我就做這一集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很簡單 我就要告訴大家 這幫人是這樣做的 這群熱狗 根本是後面 一群卑鄙無恥之道 所以第一件事 我很希望 如果你不知為什麼 你覺得你訂閱了這台 麻煩你不訂閱 這是第一 第二 很明顯有堆積 是將文匯大公 以至那些熱狗垃圾 推上前的 我現在很想知道那堆積 特別是不是俄屍那堆積 因為現在這裡 每天都有觀眾來自俄屍 我相信是來偷片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 Google到現在 都不讓我搞地理鎖 如果我有地理鎖 我一定鎖死了 伊朗 俄斯 中國的觀眾 我一定全部一見都不要 因為我知道他們是來偷東西的 因為他們的圖案很固定 但我不知道他們的伺服器在哪裡 他們是會偷了一段片之後 然後放到自己的伺服器那裡 因為我出過DNC的 Notice 是動他們的 我動過的 其實有些伺服器給我 因為有些我跟Cowfair說 喂 這個不行的 這個DNC的 劉政很喜歡在那裡 我很喜歡在那裡看片的 我知道 所以我覺得劉政是知情的 對這些仆賊的事情 全部知情 他是不是國安人員 他自己心裡明白 他沒有假裝正義 所以我現在一直都主張一件事 熱狗是要消滅的 OK 然後你想想有一件事就是 究竟在Telegram 有一些群組 被人用那些閒網渣拿 那個是 因為不肯向言論自由屈服 所以言論自由就是BNO UK 那些人是甚麼事 那個言論自由 很明顯是統戰部的人 中共的人 那個BNO UK是甚麼事 那個混蛋是甚麼事 所以我覺得 港橋協會這件事 他要解釋 你還簽了BNO UK那條混蛋? 我覺得英國政府 不應該給港橋協會 所以你問我 我怎樣看 這種中共 即是中共令到你做 它是有很多方法令到你 武漫正常生活的 我的看法 如果是網絡的話 我的看法很簡單 譬如好像言論自由 這些人 其實Telegram 是有責任取消他的 Telegram沒有做事 很明顯 還是後面有誰去掩蓋它 我不肯定知道 但如果你說在Google這個層面 我覺得Google有責任交代 哪些機器在這裏搞事 因為那些搜尋混合是不正常的 搜尋混合是不正常的 我告訴你 那些後面的link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蠟燭 你問一下正常人 誰想知道王世宅老婆是誰 雖然我未結婚 如果王世宅老婆有什麼 性甚命誰 沒有人會想知道 正常人哪些人想知道 這個混合 你不會值得 但這個混合 為何會承諾在前 這個就是劉政那幫人做的 你熱狗為何做到氣威氣勢 就是他們找一堆機器 救到氣威氣勢 他們在CEO做得不好 但他們用那些機器做得不好 所以他們一去到Youtube 自己搞Youtube台的氣勢 因為 Youtube是最拍攝的 亦以我而言之 當然你偷片那些人值得顏面 一定有1% 所以我說 如果有地理所 那堆機器都應該沒有 其實我覺得就是 譬如你熱狗那些 他在Youtube完全失敗 他們是這樣做出來的 那你把面貌 當然不會支持 所以 你說什麼星期二 高清半導台那些 那些是不是虛火 我也挺有懷疑 那些是虛火的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很簡單 我是不要這些東西的 因為我自己適以保安的東西 我知道這些觀眾是怎樣來的 我知道的 我想現在Google有一個問題 它需要向公眾交代 就是這些垃圾 究竟最後是怎樣清理 你不能不清理這些垃圾 真的令人極度困擾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真的接受不到 你在浪費大家 在座各位的所有寶貴的時間 這件事不行 真的不行 所以 後來我覺得 為什麼我這一集 是這麼特別的 我這一集 我這一集是罐頭來的 為什麼是這樣 我為什麼會做這一集罐頭來的 這一集罐頭 我投給了很久 我要讀 就讀二十分鐘 但是這一集 後面是反映了 我浪費很多時間 其實 其中一個東西 就是消滅這些 網上的垃圾 我希望Google重視 如果是有這堆伺服器 根本上不應該因素 第一 第二 就是有些奇怪的混合 不是有那些機器 後面是什麼機 我很想知道 這堆後面是什麼機 然後你說 為什麼 劉靖很喜歡說王世柴呢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 把王世柴和王世柴 他不知道現收我的 是有SE有效 所以他後面有人教他的 誰教他 哪個混蛋教他 我想知道 我更加不要說許業恆這個人 練燈是我們做什麼的 這一堆問題 全部都解不通 而且你們是有幾個混蛋的IT人 我真的叫混蛋IT人 這堆人都是為宗族洋智 李氏聰這些 我只是用混蛋IT人 來用 你已經搞到整個世界烏煙瘴氣 那些人 所以我很清楚 第一 如果你們這些人 還可以用這些瓦砸手段做事 首先 Google一定會動 但是如果中共繼續用這些垃圾瓦砸手段做事 我覺得他們做的台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隨便 舉報到他們 倒極為止 是天公地道 或者譬如 不訂閱我的頻道 例如 不訂閱我的頻道 不訂閱我的頻道 這個徐家健 如果他真是 你真是敢做聯絡 你沒有機會跟牛正那些人合作 你真的沒有問題 白兵牛正那些人生合作 你真的沒有問題 除非你自己也是這班人 我沒得說 真的跟周遜一起寫書的人 不知道是否有多好人 大家都心會有所 這個世界 有些事情 你自己看才知道 接著有一個人 你說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簡直是垃圾光之罪 你說為什麼中共要派一些用戶 你其實搞糕我的維基百科 那條目 所以我沒有理很多年 我都知道 哪一條人搞糕的 我都知道 有一個五毛黨 我2008年已經知道它是五毛黨 都是屌打星 我都想我明白為什麼 我都沒有理很久 但是我從那些搜尋結果裡面 我知道有人是用維基百科搞糕的 我都幾清楚 很簡單 你因為中共這麼重視維基百科的原因 是因為維基百科和Google的關係 所以我希望一件事 如果再這樣 有Google製作這樣搞下去 我覺得 隨時各國政府遲早會管Google 這間公司 因為沒有的 由得它無政府主義下去 我現在覺得中文的Google 是無政府主義世界 我只能這樣 沒有那麼多 好了 今晚我講到這裡 我的管口節目都燒光了 下一節應該是 播出的時候應該是一個新聞節目 我講到這裡